重大措施來看到 雙北市討論了好久 終於在今天下午同時宣布 從明天開始 餐飲可以開放內用了 不過更像防疫措施 還是不能少 像是使用隔板 棉花座 盡量採用這個套餐的形式 而餐飲從業人員也要打過疫苗 或是定期的篩檢 違反的人 可以儲三千元以上 還有一萬五千元以下的罰還 一旦疫情升溫 也可能隨時停止內用 此外行政院也召開了 擴大防疫會議 本週將會討論進一步 放鬆管制的可能性 度過了二級警戒後的第一個週末 臺北市二號新增兩人確診 看起來數字很漂亮 找不到感染源 難免有點緊張 臺北市再公佈確診者足跡 案一五七八九 在萬華區的旅館 待了一個小時 另外岸一五七九六到過大安區的健身房 至於民眾期待的餐飲內用 雙北也同步開放 不過防疫措施不能少 如果是吃到飽或者盒菜行事 要由服務人員夾取或分菜 鼓勵以套餐為主 座位要設置隔板採取梅花座 禁止試吃或邊走邊吃 但是國人喜歡的吃飯娛樂一起來 雙北各有規定 不提供消費者歌唱娛樂的設備使用 掉下場比照那個餐廳 餐飲業的標準明天開放 逐步鬆綁各種限制 行政院二號也召開擴大防疫會議 請指揮中心持續觀察疫情發展 預計本週再邀集相關部會 討論八月十號之後 進一步放寬管制的可能 華視新聞張知情 陳義偉 台北報導